楊輝 今有期 大小朋友大聲用台語吟唱鼓詩 由中俄區公所及泰英銀社工廠舉辦的 全國台語和詩詞引上比賽 邁入第四屆 現場不僅嘉賓雲集外 第三度受邀的立法院長游錫坤 還現場以台語即席吟唱好幾首鼓詩詞 讓比賽更爭亮點 主辦單位泰英銀社還特地自證給游院長一副母語傳承的莫保 感謝他對傳承台語文化詩詞的不遺餘力 中俄區長賴俊達表示 中俄區是文化大榮爐 不含名南客家人住民及新住民等各種語言都有不同文化及特色 舉辦台語和詩詞吟唱比賽 也能增進中俄地區藝術文化的發展及傳承 他們的中俄是我們可以說 不能說是我們的民燃還是我們的客家還是我們的原住民還是新住民 是多元的文化然後多族群的融合 可以說很好的一個地方區 所以這兩三年以來 因為特別是我們對文化的提供 我們去年拿到台灣的韌性城市 把我們的文化力 我們的經濟力 我們的環境力 還有我們的社會力展現出來 第四屆全國台語和詩詞吟唱比賽 參賽者超過百位 且年齡小至9歲 大至80歲 也證明文化的傳承不分年齡 讓老少都能感到漢語古詩的優美 記得召事院簡明山綜合報導